當然你上來不可以不問你Tesla 因為都穿了800元 最新是700多美金 那是不是都可以吸納的對象呢? 對象就一定是我的心目中的對象 甚至 剛才想了一個笑話 但也不是說那個了 Tesla上次都有提到的就是 就是說其實他上一次不是撐針的 就是1月28日 我講過其實那時候是試一個年多兩年的上升軌 其實兩天前其實就跌破了上升軌 我記得上次都很快地說 總之拿著1月28日的低位是你最後的短線防守位 其實昨晚就正式奪穿了 所以我自己這樣看 因為我會認為大家不要經常都很強 雖然我對Tesla是很強 但是如果你說作為一個短線的操作的考慮因素 我自己會看你既然跌穿了上升軌 因為起碼價格要上升880元 才叫做當 即近期是一個假突破 然後原來站上升880元就安全一點 否則現在他的細真是不漂亮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他是我們覺得其中一隻最值得去吸納 首先如果你說看新能源車他一定是選他 第二就是如果你看一些美國高增長的股份 要有回調 而整體來說我們看到財務報表上的量貨評分 不是太差 或者叫做比較好的那隻 都是Tesla來的 所以其實他越回就是越底 甚至其實我剛才想說什麼呢 就是昨晚凌晨的時候剛好和朋友在說 就是昨天大家都知道那個財政預算案有所改的 就是我就說 究竟如果Tesla給他再 就是我問我的朋友 因為他失去了Tesla很多年 那我就問 究竟如果財政預算案 現在說給你可以買貴一點的房子 如果Tesla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六字頭的 你會去買Tesla還是買房子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因人而異 但是我自己會看 如果有這麼強的股份 有機會 你看看六字頭就是回一半 如果真的回一半的話 我很記得1200元的時候 真的有些人在身邊說 我失去了這麼多年 他願意回一半 我借也借來買 就是有些人說到這樣 但是又是 去到這些時候究竟敢不敢買 是的 但是這些就是一個看法 但是我會說 如果你短線 有機會真的可能等去上年 第二第三季那個大概 曾經摸過 就是叫做整固過的大概 六百幾至七百幾的話 看看那個平台區有沒有一個 大力一點的支持 是的 按照你這樣說 因為我們觀眾的Toby 就說他本身929元 865元都入了Tesla 他說現價加注怎麼看 如果這樣說 應該要先等一等 是嗎 現價我們自己都不加注 如果有些人有跟著 會知道我們這段時間 是把旁邊不好 就是沒有那麼漂亮的那些 全部走走走走 就是全部斬 斬斬斬 或者吃就吃 斬就斬 然後就 就是Tesla 本來其實你買Tesla 你是買整個新能源生態圈 其實你還多煩 就是車 太陽能 電磁儲存 所以其實買一間公司 等於你拿三個exposure 甚至四個exposure 所以我們寧願把旁邊那些減掉 就是我們 我分享這個idea 就是說 我不知道你的倉位是怎樣 但是如果你的倉位是 例如說可能有10%是新能源的 那你可能減 你可能以前的習慣 就是每次減少 每次減少 但是我覺得去到這一刻 是我會寧願留一些最優質的東西 把旁邊那些減 可能你的目標減到只有5% 可能這個做法 可能會比較合適一些 還有補充一點 其實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自己覺得 股票呢 難玩在座 其實就是一些 投資氣氛上面 比較觸動到那個 估值的情緒 因為例如 Tesla這些估值 會是比較高的股份 就是我剛才說到 它無論我們用的量化評分 它是高分 但是市場上面 有時候這個情緒 只是抓住某一個位置 我覺得你估值貴 我要壓你估值 那麼這個位置 是比較 情緒主導了 後來 感谢观看